欸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認真耶 這個視覺都享受到了 欸 我在外面根本沒吃過 我覺得他們都很像這種熱狗話 嗯... 不管是素食婚食 不管是難吃好吃 不管是明天黑店 一定有人會喜歡 大家好 我們是Goaluegan 我是Bildo 我是小樹 最近呢 我們收到一個訊息 聽說有一間豆漿店 他們要做出一件非常有善心的事情 因為最近疫情很嚴重 第一線醫護人員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家店呢 他們決定 他們要捐出一萬杯的豆漿 請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超厲害 就有私訊我們 說希望我們可以來 介紹一下他們的店 聽到這個消息 我覺得滿值得幫他們介紹 因為我們就很希望這種善心的事 能夠越來越多人一起參與 善能推廣 善循環 感動之餘呢 我們今天來到這家店 我們就發現 不得了 更令我驚訝 喔靠 這個不是我想像中的永和豆漿欸 來對了 因為其實滿多數的 不管是早餐或宵夜 都會來永和豆漿吃 -台灣代表性的食物 都會來這邊吃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間非常厲害的 世界豆漿大王 -看一下這個裝潢 超厲害 然後這間店 聽說已經開了60年 然後只是最近剛好 我們來的前一兩個月才剛裝潢 重新裝潢來了 不然我記得以前經過這邊 我沒發現有一個那麼厲害的豆漿 招牌 然後裝潢又這麼高級 而且我們剛剛有機會訪問到他們的經理 非常開心邀請到世界豆漿大王的裝經理 為什麼當初會有這個新 這個活動 想要請一萬杯的豆漿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是這樣子啦 因為今天剛好我們台灣遇到這樣子一個疫情 看到我們台灣的這麼多的醫護人員 都非常的非常辛苦 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的 應該是講說他們的生命還是時間 他站在第一線 那種很危險的一個職業 但是他們願意付出他們的另外那個專業 而且做得那麼好 我覺得我們大家股東共同決議 思考這樣子的方向 能夠讓醫護人員可以感受到 社會有那個溫暖的一面 所以我們大家就說 我們做這樣子的舉動 不曉得是不是還不夠還是怎麼樣 但我想說至少先做再說 是這樣子的 這是一個好處 因為可以讓大家模仿好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剛才訪問完了今天來好好品嘗一下 世界都講到啊 有哪些我們素食者Vegan可以吃的 對 尤其是我剛才一進來看到這個DM 我嚇一跳耶 這個全部都有圖案 還有更厲害 中文 英文 日文 韓文 仿照鼎泰峰路線 太熟了嗎 國際路線了 國際話說真的有耶 然後我們現在前面看到的餐點就是 我們Vegan可以吃的 無奶無蛋 然後我們剛剛有稍微詳細一點問了一下店家 然後我們有把他們的菜單做一個標籍 我們貼在這邊 大家可以點的 就是這些東西 -先吃... 我也想吃這個 鹹豆漿是不是 對 一般外面鹹豆漿都有加蛋 -蝦米 蝦米跟蝦米 他們這邊店可以把它客製化成懸殊的感覺 好 現在要注重衛生 我們挖進來吃 我忘記了 而且它這鹹豆漿後面喝起來很像豆花耶 真的 有一個口感 不是豆漿肉感 是豆花的QQ的口感 我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我覺得這裡的裝潢真的太高級了 直接玩才30塊 -傻眼了 傻眼了 就是用餐起來你會覺得更舒適 -嗯 非常的舒適 氣氛也很好 我點這個是青漿 冰青漿 -對 然後我的是冰的豆米漿 綜合漿 各位 醫護人員 你們辛苦了 你們可以來世界豆漿大王 來換一杯冰豆漿 來靠敞給自己 好好補充一下蛋白質 勞累過後 要補充蛋白質 來 我們就直接就口喝吧 -好 嗯 -欸 其實沒有到很甜耶 我覺得這剛剛好耶 -它在另外一邊可以喝 它豆漿滿好喝的耶 -吃這個 椒鹽飯糰 會取椒鹽是因為有一個客人 他會想要要灑一些 -灑一些糖果在裡面 它像是甜甜的感覺 -甜甜 鹹鹹鹹鹹鹹的 然後就冒出了椒鹽的飯糰 然後先吃看看這個特製的椒鹽素飯糰 -它裡面要包素鬆 -欸 我覺得它油條沒有像一般的那麼油耶 -你有沒有發現 嗯 乾的耶 感覺有 感覺有力過油的感覺 -有對不對 吃得出來 真的吃得出來 -那如果是要吃那種很酥脆的油條 -喔 它也可以另外特別做包酥脆的 -這才多少 40塊 -有求必義耶 那我可以在裡面再包蔥嗎 -那種豆漿麵糰和飯糰的米都蠻特別的 -都會有這種口感 很像 -好像要隔夜又不是隔夜的感覺 -那種感覺 用蒸的 -喔 用蒸的喔 -真的 師傅是在很高的溫度下 熟下去 -蛋糰 蛋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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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40塊 賣你40塊而已 -好 來到我們那種豆漿麵 一定都必點得到的菜包 而且料很多耶 -菜包的皮是那種 紅棕紅棕的感覺 -它的菜很脆耶 -好 我們一樣要走是打新號的 燒餅油條甲酸菜 -登登 哇 -欸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認真耶 -這個視覺都享受到了 -對 我會這樣設計這個TESSE 一般都要面對拿回來 -欸 我在外面根本沒吃過 燒餅油條甲酸菜 -我覺得這樣裝很像那種熱狗包耶 -嗯 有點中西合併的感覺 花生粉 就很像掛包的概念的菜色 但是它是油條配燒餅 哇 這真的 吃一個可以飽耶 我再點一杯這樣豆漿 -其實就像 或是女生或是小鳥味的人 -你可以這樣打一張 -哦 打扣 50塊 但我覺得 而且他們說 -你的餐菜要多一點 可以跟人家跟人家講 -是Suppie味嗎 酸菜多一點 -對 把洋蔥多一點這樣 都可以講哦 好棒哦 推薦來這邊 這個要必吃 -我覺得今天非常算幸運吧 因為之前世界東大王有跟新醫院合作 他們有幫他們做送餐的服務 然後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我知道 那些主務很忙 然後抽時間出來 給我們簡單訪問幾個 目前疫情上 醫院這方面 碰到的狀況 然後讓一般大家都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 對 大家都知道現在 全國的醫院醫療體系的 防疫的層級 都已經提升很高了 對於一般民眾的健康的管控 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醫院的很多的 急診室的外面 都已經搭起帳篷 叫做發酵篩檢站 我們希望讓這些疑似病例 不要進到醫院裡面來 跟一般病人混雜在一起 所以我們必須要額外的 劃出一條他們篩檢的動線 來確保不會受到病人的擴散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增加一些值班的人力 對於到醫院來看病的民眾 陪病的啦 下公的這些民眾 我們也會做一些健康的管控 所以進出的人員 都有很多的限制 就是不是你隨便想要進來就可以進來 叫做體溫的良色 要求一定要戴口罩 我們會限制看病的人 新北市已經完全停止看病了 那陪病的人也只能限制一個人 醫護人員他們是沒有多餘的人力 可以抽出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只能夠讓我們行政的 其他的人員來協助這部分的工作 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沒事的話 就盡量不要出入危險的公共場合 例如在醫院 如果你沒有陪病 或者是有疑似的症狀的話 就盡量不要 甚至是看病都不行 剛有提到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有需要的人還是可以來看病 但是要做好防護的措施 短訪就到這邊 就不打擾你的時間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也在下方留言 幫醫護人加油打擊 還有希望我們疫情趕快提早結束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全世界都加油 好不好 我們週三 週六 定時發案影片 然後時間6點到9點 不定時 記得訂閱才可以收到最新的通知 -好 明天泡到這邊 我是白龍 -我是小樹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我剛剛過來醫院這邊啊 就是有發現 其實還是有些民眾不願意配合 而且一些長輩 我剛剛看到一些長輩進門口的時候 還說我不用洗手 我不要洗手 不用噴 或者說我口罩這樣就好了 根本就沒戴好 所以還是呼籲大家 有可能一些長輩吧 比較不會注意到這些細節 大家可以叮嚀一下自己家裡的長輩這樣 保護自己 也保護其他人這樣